第二题,物体受热也可能会导致体积的改变 关于热胀冷缩现象,下列何者正确 A,液晶温度计的原理是利用热胀冷缩,这个是错的 液晶温度计大部分是因为颜色的改变 让我们可以知道温度,选项A是错的 B,玻璃罐头打不开时,可将金属瓶盖放在冰水下冲 就可以因为金属盖收缩,使两者送细变小而轻松打开了 这当然是错的,如果金属盖收缩 那么它因为卡得更紧,而不会让它容易打开 我们通常是加热,让金属盖膨胀 而我们使得缝隙变大,这样才会轻松打开 选项B是错的 C,中间有孔的骨钳壁若受热 因为会膨胀而挤向中间,而使孔洞变小 这个也是错的,我们上课给同学看过影片 这个中间有孔洞的加热之后,孔洞会变大 这在高中的时候,我们会用线膨胀来解释 那么国中我们就看到实验的结果就知道 孔洞会变大,选项C是错的 选项株,玻璃器皿加热后 马送冲冷水,极易碎破裂 是因为玻璃导热慢 而使内外温差过大 造成收缩程度不同的缘故 这个是对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做一些实验的时候 要避免一些冷水会回冲 除了会污染药品之外 也会容易造成的我们的试管的破裂 所以第二题的答案呢 我们选的是猪 玻璃器皿加热后 马上冲冷水,极易破裂 是因玻璃导热慢 使内外温差过大 造成收缩程度不同的缘故 我们的试图 我们的试图